面对台电公司突然重启中火二号机组 前立委严宽恒跟台中市议会副议长严利敏 痛批此举是严重罔顾人民健康 并且无视台中市管制深媒自治条例 认为中央不应该护航台电 对此立法院副院长蔡奇昌还有立委陈伯伟 则是纷纷在脸书上发表回应 表示用电跟空污问题需要中央跟地方携手合作 全面检讨改善污染源 否则是否只是一再拿中火开刀 对于解决问题并没有帮助 台电公司重启中火二号机组引发外界一路纷纷 而前立委严宽恒与台中市议会副议长严利敏 是痛批此举是严重罔顾人民健康 并且无视台中市管制深媒自治条例 认为中央不该护航台电 那停机之后竟然现在环保署也好 经济部也好 这个中火他们就是要启动 硬要启动就是不顾民意 重点在这边 不管他用什么样的法律文字 来把这个启动二号机的这个合法性 讲得在周全 讲得在完美 我想这都不能够 不能够让我们民众所接受的 这个圣被管制自治条例 也就是在林嘉隆担任市长的时候就通过了 所以中央的这一纸行政命令 可以说是大打林嘉隆的脸 所以在这边 立敏也呼吁我们中央政府悬崖勒马 不要再以这个非核家园的这个口号 危害我们中部民众的一个健康 不过面对台中市政府的寄出铁罐 开发中火地方也出现了不同的生机 立法院副院长蔡奇昌则是在脸书上表示 24号板间尖峰用电达到了3716万瓦 创下了史上用电第三高 也代表夏季尖峰用电已经来临 但隔天的空气品质却不受到影响 认为发电量足不足够应该回归专业 而不是政治操作 而立委成不为则强调 过度的政治操作 恐怕会损害到民众的福祉 我是以中立的看法 因为如果假如说重启了 可能会对空气有造成一些污染跟影响 那如果不重启可能会有缺电的问题 会造成一些可能有些业者 没办法去运作之类的 我觉得如果在标准的情况下的话 是可以重启的就是不要超标 因为夏天大家都会吹冷气 然后那个电量就会超标 就是在有一个标准内 中火的燃煤机组该不该重启 地方民众与民代的看法不一 而随着夏季用电量逐渐攀升 该如何维持稳定的供电与减少空污 也成为中央与地方急需解决的难题 记者陈穆瀚台中采访不到